你好,財經揭露 大家好,這部影片出現是2月10日 我們知道聯儲局議息 不過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還不知道議息結果 所以就不會分析聯儲局的加減息問題 但是說1月效應的第二節來說 上一節看到很多東西 大家都對美元的信心不是很強 走去買一些資源 是啊,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這一刻斷言說對美元的信心不是很強 又不是很夠立論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雖然在1月效應裡面 唐鐵那些金屬那些是行先 是佔了頭位 但是下面那些科技那些半導體是不弱的 其實是不弱的 下面那些債券那些仍然是有證明報的 所以這一刻我不能夠斷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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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 都是 做了一個底之後,二年中也做了一個底, 不過兩個底相差都很遠, 一底叫高於一底,但就未做一頂高於一頂, 這個糖的資金升穿30元,資質是有啟示, 現在只不過可以這樣說,雖然一月做得比較好, 但都在這個範圍裏面,可以這樣解讀它, 這個圖就沒有顯出來,但是記住那件事, 有一天它爆頂的時候,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一月效應,基金經理買這個金屬是否會通脹, 就是成功了,我們看第二章, 黃金240,香港ETF局部,其實黃金就令投資者很無用, 這幾年,但它的走勢就不是弱的,真是真的, 即是五年圖裏面,它低位在美園計算了一千元左右, 現在都一千八,已經升了八成,是不是? 其實在20年做完這個二千一之後, 它都是在高位上面回戶的, 那如果是彈初二千一呢?美園呢? 那跟銅一樣,破頂的,現在我們沒看到, 但是它在今時今日來說,比較接近過頂的, 比現在之下, 即是是不是,我們現在的圖見到, 就是一四四九那個基金價了,沒錯, 但是我一四四九是當時是,2020年的高峰, 相對就是二千一元的位了,沒錯, 總之你見到一四四九這個, 那條紅色環線,其實在說的是二千一元, 是的,美金的二千一元,是的, 它走到上面站得穩, 那大家就要留意這個黃金, 是的,其實投資的東西, 你永遠都是,你逃出來才參加, 就一定是比春光鴨貴很多的, 慢了,慢了,是的, 是的,你有這個,一千六百多年買, 一千一元買,一千一元買,一千一元買, 一千一元買,一千一元買, 是要等到二千一元才買, 即是它真的磨出頂去上去上去的時候, 全民中的二千五、三千就會出來, 是不是,你都是贏很多錢, 但是你比下面那個買,下面那個就便宜了, 因為坐得舒服了, 是的,人家一千六百多買, 但是,現在升了三百多元, 你都不相信, 還要等它升穿二千一才入, 這樣就慢很多了, 但是因為問題就是, 市場上面, 有哪個大樁是吃齋的, 全部都是, 即是有刀花又是凶狠的, 那如果擔得穿二千一, 大家走去追, 它可以拉回到三千七, 那你明白嗎? 那你明白嗎? 那個組合又批選了 但是雖然可能真的將來三次 你都是贏大錢 但加上今天也是贏大錢 OK? 但那個老徒就KB了 所以這是自己的決定 走勢未出來 如果這些事未出來的時候 走去收集 有這樣的能力 你都是贏得很高的 也是很應該的 那我們看到就是 糖和二百貨幣都是比較強的 我們看到25年期差在美國 雖然在剛才的EKB上 都不弱的 但你見到公圖其實是橫尾 這個ZROZ就25年期債了 看個型 那些什麼一百元二百元那些 就是它的基金價 那你見到它都是彈 所以彈得起 我跌十元可以彈回五元 我跌十元可以彈回八元 那就厲害了 但是它二百元飛下來 現在都是在97 彈員都是97 其實跌了半 現在是25年期債 可不可以彈高一點 想花一百四十元有機會 那我不知道 但是證明還是很生病 OK 好了 那何之光 彤就看了 那 你覺得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情況 是否對美元 對美債就信心不大 反而對金就幾好信心 其實有很多的可能性 其實我現在還沒有掀牌 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金、唐、鐵 是很貴的 那個價格高的 股票其實是說升 但是呢 美股其實那個升幅 比起其他走勢都不是很大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即是在美園區的膨脹 是不受控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說的是不受控的 那不是的 那麼 債券市場 叫做有反彈 OK 我現在都不夠膽說 美債是被人退氣的 因為它的走勢未出來了 我怎知道反彈最終去到哪裏 又跟地緣政治很多相關 沒錯 那些人買不買美債 都好看地緣政治 你打仗打得贏不贏的 沒錯 所以現在主人就說他留後 但是呢 即將來怎樣的發展 如果有一天見到他 將來的走勢未能夠向下穿 這樣就很清楚了 這樣就是美國進入濟漲 有空漲在那裏 那些人又不信你的債券 那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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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期息又扯高 這樣的話 就是濟漲先進入 如果是這樣就 是啊 所以 一月後應 一月後應 原主局爆震 馬在那裏叫 說會控制空漲 大偏偏 就是那些投資者 就不買這個 所以如果滯漲的效果就是什麽呢 那麽看回80年代70年代的經驗 那麽看回80年代70年代的經驗 那麽就是 就是 commodity 行先 那麽 其他的那些就只有波幅 那麽其他的那些就只有波幅 那麽 那麽股票債券有波幅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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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麽 那麽 呢 那我們讀好一個網友 荷蘭銀行的東西 那麽 都是讀一下 荷蘭銀行說 東升西不過 美股最近鬼到爆 幕後有隻無形巨手撐住 數據好又升 數據不好 炒不加息又升 債務上限又不處理 都是一句不要借錢或者 媽子買股票 下面那句話 他回答一位網友叫Vincent Fong 他說加息開始時大家都沒有感覺 但隨著時間過去企業盈利開始差 政府割債開始要給利息 問題就會慢慢浮現 美債上限不處理 拜登洗腳不抹腳 通脹又去不到3% 開始重印 開始要重印 結果只是死路一條 其實荷蘭銀行的淡 我覺得都合理 因為其實現在 的確是衰退的那些 我想是開始出來的了 因為其實你加了這麼久 利息真的 初初加息未必這麼快有反應 但是加了這麼久 大半年 開始那些企業 真的開始覺得利息 是有殺傷力 正在殺出來 想衰退想死的了 嗯 是 但在近期市場的走勢 美國資產的弱勢暫時還未出現 你知道 永遠都是 我可以在那裡暢淡 但是你買跌 你就要抵受得到它夾倉 搞來搞去 那些的波幅 就不是人人都能頂到 所以暢來看 我都覺得是 重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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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美如資產是有問題的 看圖就未去到它的資產散啊 爛那裡就未到 好啊 你不知道在哪裏 因為始終華爾街是他們的嘛 有有有有 這手 肥手指在這裏 那頂住 幾時不來呢 那大家拭目以待 是啊 沒有投資意見 純粹吹水分量而已 好 好 拜拜 是那麽多先 拜拜